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我是隐言人陈彦琦 以及我们的主讲人薛化元老师 那么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跟各位朋友们介绍到的是 关于戒严时期新闻媒体案件 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有跟各位介绍到说 关于228事件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 以及开始跟各位介绍到 就是关于公论报案 在1957年发生的案子 那么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介绍更多 关于台湾报刊在戒严时期的受惩案 那接下来就请薛化元老师 来跟我们进行讲解 老师 是 彦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公论报在1950年代 是最具有在野味道的一份报纸 那因为对国民党的批判 还包括李万居参加这个主党运动 等于跟雷震高预速是主党运动的要角 这样子连带国民党对于公论报 当然是更加的不满 但是公论报事件之所以发生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公论报本身的财务结构的问题 这在上一集中我们已经讲过 因为在国民党这个党政体制运作下 对党政媒体是有利的 相对对债媒体是不利的 那这样财政中的不良的结果 就让了国民党可乘之机 那当时台北市议会议长张强传 他等于介入了公论报 那最后用假扣药的方式来处理 那结果法院的判解结果 让李万居失去了公论报 那张强传接手公论报之后 曾经短暂的护刊 其实时间很短 所以你在那个台湾的图书馆 基本上不大找得到这份东西 那宣布停刊之后 其实这个报纸是蛮值钱的 因为当时报警 报警就宣证 就是把那间报纸来扳理 像世新大学的创办人陈世伍先生 存很多钱就希望办公论报纸 那一直没有机会 那最后在国民党的同意下 就把这个公论报的这个 等于说这个报纸的许可证 就卖给了联合报系统的王蒂虎 那因为王蒂虎接下来这个公论报也有 所以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经济日报 是 是 老师可是我们有看到资料就是说 经济日报才发行五个月嘛 它就面临停刊 那到底又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是 实际上就是当时经济日报 有一则新闻是报道到琉球 那你们都知道琉球这件事情 属于中华民国跟日本之间 外交上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那一旦报道到这件事情 那就必须讨论 到底琉球主权的归属问题 是 是 老师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就是琉球新闻事件所涉及的那个主权问题 难道就是在当时候有所谓的报警的时候 没有说我要上这一则琉球新闻 那所以执政党没有及时就是做一些 比方说解决 还是就是请他不要发布 那为什么发布之后才出现就是琉球新闻事件呢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本来呢这个新闻是事实发生不是没发生 就是对于琉球的主权问题 当时请注意是琉球不是钓鱼台 那这件事情这个中华民国曾经有一度认为 要把琉球的主权纳入属于中华民国 那执政党的中央党部这个立场是清楚的 所以通知立法院的时候 这个是因为我们不承认日本对琉球有主权的 这个时候琉球是在美国的托管之下 可能报导出来之后马上变成是一个外交的问题 那对中华民国政府来讲 琉球当然是问题 可是基本上取得日本的支持 共同防共对抗PRC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所以他认为报导这个新闻造成了中华民国跟日本的外交摩擦 那这事情就要追究责任 是 那也就是说琉球新闻事件基本上其实是因为疏忽嘛 所以才发出去的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荧幕上有讲到就是说国民党的第四组还特此发函各报 说希望不要报导这件事嘛 可是好像没有及时转职就发出这则新闻 那那么该负责的其实应该是国民党第四组吧 但接下来好像蒋介石就震怒嘛 实际上根据我自己看了蒋介石总裁批签 他对媒体的报导相对比较严苛 包括我们等一下讲智力晚报一样 你当出现了他不想不乐见的新闻 忠实相等能说报导不要负责任 老蒋常认为报导还是要负责任 动不动想要把人家停刊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说清楚才行 是 那所以接下来是蒋介石亲自就指示说 《经济日报》必须要自动停刊嘛 那停刊之后还有提到说什么 今后凡曾涉嫌之人 无论如何释放与自新 都不可以再在新闻书刊跟教育界任用 实际上这在蒋的时代不只是对《经济日报》 像很多的报业的编辑 甚至已经考上了 考上之后被发现 曾经过去涉及到什么案件的结果 结果说你不用报导 或者报导说你必须要离职 所以这个事情是常见的 也就是你就知道 在那一个强人威权体验之下 对于所谓新闻媒体 工作人员的打压跟压制 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想象的 是 所以这里是不是请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联合报有所未出现过船长事件 是 刚刚讲《经济日报》是一件事 林海英是另外一件事 林海英的事件实际上是 对台湾的文台讲影响很大 因为林海英在主持联合报互刊的时候 刊登了很多台籍文人的文章 那我特别要讲这件事情 因为林海英本身是台湾人 不过台籍的文人 由于对中文的使用的问题 常常需要中文好的人来协助 那林海英当然在中国大陆多年 中文的文笔非常好 他还做了很多协助 那当年林海英 是因为王凤驰写了一篇叫做船长的故事 我们说船长事件 船长事件实际上他讲是一个故事 就有一个船长因为在海上迷航 就到了一个小岛 小岛之后美丽的重要的负责人 就提供很多好吃的东西 提供很多物质 就船长跟水手就慢慢老了 船也就坏了 经过了十年就没办法回去了 变成他跟 变成是跟这个小岛的小姐就在一起 问题就在这里 你要注意 这时间蛮敏感的 十年 你注意看时间 1960年代初期十年 有一个船长驾船到一个小岛 没办法回去 实际上那个风词是王凤驰音名 凤驰跟风词像我这讲话没标准 听得差不多差不多 但是你听得到 这个风词听得到那时候 这个风词说被抓了 可是这个时候 因为王蒂驰是出身官邸 所以当我们发现说 警总要去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那当然王蒂驰就知道 那知道怎么办 就想说能不能请林乃英顶一顶 当时还没爆发 但想说老蒋一定会看到 看他就会震怒 所以自己先处理 所以王蒂驰自己也说 非常感谢林乃英 为联合报的牺牲 这是一件事情 那也就证明说 什么叫文字役 可以想一想 觉得有什么事就有什么事 这是那样的时代 透过这一件事情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其实蒋介石 还没有看到这一份文章 但是就已经先自己内部审查自己 然后那个警备总司令部 逮捕王凤驰的理由 现在看起来实在是 让人家觉得很可笑 因为他说 影射总统愚昧无知 并且散布政府反攻无望的论调 这个实在是 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是否是自己承认了这样子 幸好是你现在讲 当时讲话 他真的变成文字役 就是很多理由 他自己有感觉到 大家没有那意思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比较麻烦的事 这种case是一种 就是你要怎么样自己处理 那那种case是要求查 根本查不出有什么问题 他也要处罚 这是从目前蒋介石 相关的文献中 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 是 那我们说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王凤驰就被交付感化三年多 那林海英也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辞去了编辑这个职务 那好像也是对之后文坛的发展 就会造成相当的影响 是因为刚刚解释说 很多台籍文人的文章 因为林海英的关系可以在联合发表 那林海英下台以后 当然就影响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 好那我们继续要介绍到的是关于就是自立晚报 那老师可以说一下就是自立晚报的创刊吗 自立晚报的创刊 一开始那个顾培根 实际上是国军第70军来的 如果你注意一下 就是在228前后就有很多军方的人 跟台湾报社有一些关系 最后他自己创立了自立晚报 那随着1949年 这个中华民国这种牵台 所以在由罗子方这些文人来接手 那自立晚报 第一次遭到严重的危机 实际上是报导孔宋集团的新闻 那孔宋集团的新闻 这件事情来讲是理解的事 在之前是因为 大家知道阳明山本来叫做草山 不知道是怎么造一个草山衰翁 感觉这哪是在骂将这个 刚刚已经我们要讲那个王凤驰的故事 这有点像是讽刺的意思 所以老蒋就觉得不高兴 所以当时是官方说这不敬 对总统不敬 就热令廷刊 廷刊之后这样做就做不了 所以叫李毅阶接手 李毅阶其实跟谁跟余奉军有关系 不是没关系 但是他一样接手之后又被廷刊 那就是我刚才讲讲到孔宋集团的部分 应该讲什么是 是那老师在李毅阶接手之后 他两度被停刊 第一次是关于写到孔宋集团的事情 那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 到底那个所谓孔宋集团的事情是什么事呢 是这样 当年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失败 就有人讲说那这件事情到底是谁有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拖很久 各位在字幕中也发现 这本来是在1951年报导说 这个前行政院长前财政部长 参与孔宋集团的事情 跟他们母亲就是宋美宁的姐姐宋爱因 他们前家可能要回到台湾 这个对当时来讲也不只是资历晚报 这常常都有这种传言 这种传言之后国民党第四组就觉得说 这个可能是有谣传 就说那请法恩司令部跟台湾省新闻处就要彻查这件事 那彻查了以后呢 认为说这个实际上并没有泄露国家机密 这个要不要回来哪有机密 第二个也没有什么蛊惑群众也没有 而且报纸已经更正了 所以根据当时的出版法也好 根据建议时期对于新闻管制的报刊来讲 都没有构成违法的要件 这一回是这样而已 但是要承报上去 所以我们再看下一幕 我们就看到什么 看到当时那讲届时就有意见 这个事情是对的吗 虽然你做这些自己处分这些事情 但是在法律上是没有处分的要件 那为什么会依然停开 那就是国民党的党政运作的问题 那本来想说警告就算了 但是高层都这样的处理是不满意的 这代表什么 忠实保安司令部后来的警总 认定没有事情的事情 长官可能认为还是有事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文王之秘 不是说只是情字单位而已 是 那在蒋中正就是说批示要勒令停开 停开也是要有人执行 可是好像是没有执行 是吴国真婉拒是不是 基本上就是说 因为保安司令部上去的公文 就是已经没有任何依据了 对不对 没有任何依据 总裁说要停开 那这停开怎么停 这变成有困难啊 对吴国真来讲 他问他叫民主先生 他当然有时候还是得配合党这一种 可是他都已经说无法可停 要怎么处理 你上级一直逼啊 就讲半天跟李一街讨论一下 不然你这样 你自己自动停开 自动停开 说完就自动停开 那我们就跟蒋二十报告说 又停开 但是又不能说 因为报什么新闻被停开 不然不是再报一次 所以理由说 因为这个报社内部要整理 所以停开几天 所以就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 自立晚报 他再一次被停开 又会是因为什么事情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那么在自立晚报第一次 因为报导孔湘西夫妇案 而遭到停开之后 那还有第二次嘛 那老师 第二次到底是又因为什么事情 而被勒令停开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 有点花絮 花边新闻 就是花边新闻 那一年 1953年的10月10号是国庆嘛 那国庆夜宾的时候 那有一位记者是田士隐 我简单介绍一下他 他实际上是 后来著名的演过国剧 就演那个《思环夏山》跟郭小庄 他是台湾少数能够演这个戏码的一个人 当然他是记者 那记者他都会写那个花絮 就发现在国庆夜宾里面呢 忽然间就看到有一位小姐 可能坐姿不雅 就有人想要偷窥 偷窥的时候 他就讲 旁边说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 这新闻 他真的是如实这样写 所以那新闻的内容实在说 用新闻来讲就有点煽情 这是有的 问题是有人说 注意那新闻 那个报纸 你说他报纸念完写什么 我说当时夜宾台上总统也掺杂在那边 这里面就觉得 你那样 你在那个时代 你无缘无故 你写那个就已经很严重 对不对 现在讲说上面的总统在那边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为这件事情 那党中央主管言论的部分就震怒 要彻查 那这彻查之后 这案件 跟上一次那个孔香西不一样 那案件只是停刊 这案件实际上 是变成是一个政治性的案件 记者跟编辑 两个人都被捕下雨 那报纸当然这个停刊也跑不掉 那是另外一件事 是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田士林他只不过是说到说什么 连持疏欲腿 背地拍相间 那可是这件事情在自立晚报40年 提到所谓花絮的事件 他说什么 当天大家集中心力 抢编第一版的国庆阅兵新闻 可是无暇细省四版的花絮新闻 所以等于是说 其实这个花絮新闻 写上去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被审查到 应该说这个 负责的主编 来不及去看这内容 有没有不妥这样 所以就上去了 所以变成那个 记者跟编辑两个要承担 后续的责论这样 那这样我们说 自立晚报的发行人跟社长 就是李玉杰 他是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的呢 他当然认为说 终始发言这个事情 也不是故意的 那是不是能够重新滑落 他就去见了这个余鸿军 我们想说李玉杰和余鸿军是有关系的 可是对余鸿军来讲 这个事情牵得到那个蒋介石 也没有人检举 报社马上就发现 马上就处理了 对不对 他说既然这样 终始自首也应该减刑 可是余鸿军认为没办法 那假如没办法 那就要处理啊 那处理怎么办 除了还有一个公文嘛 那不然你省政府给我公文说 对不起这个要停刊 那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应该这样说吧 对 是 但是事实上好像是没有办法罚自立晚报 所谓的诋毁元首罪嘛 是 因为老师在 对 前一段节目里头有讲到说 不管是出版法 还是台湾省戒严期间的什么新闻 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 其实都没有这一条 对 那一刻要怎么办 甚至国民党自己第四组 不是会议记录也有指出说 这个报载的事项 在法律上没有办法去引用正确的条文 来作为适当的处分嘛 这个是一个漏洞 但无论如何 那时候应该是无法可罚 是 但是罚了 所以 刚刚说一来是自立晚报被停刊 那对报载来讲是很大的伤害 那是一件事 但是当事人也因为这样 也因为这样下狱 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 你无法可罚 不是直接报纸无法可罚 是当事人做了什么 所以就说那诋毁元首 那怎么诋毁元首 那讲是有一个人不小心 想要去看看人家的私密 那应该是 那可能当事人有问题嘛 是这样说吧 他还没讲总统 那总统在阅兵台上 那很远啊 又没戴望远镜 怎么看这个东西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报社一样延处嘛 他停刊三个月嘛 对不对 那接着呢 记者跟编辑下语 那这个事情来讲 对两个家庭都是相当大的伤害 应该这样说 那所以无法可罚 请记得 不是只有报纸 还是当事你要怎么去 處分相关人物也是有问题的 是 那么在资历晚报经过这两则案件之后 那他其实可能还是会面临到改组的问题嘛 那接下来资历晚报他的命运是如何呢 我们应该这样说 就是因为这个报社庭刊 对原本财务中央不是很好的报纸 就造成很大的伤害 因为这样的关系 后来呢 就由国民党方面 由许金德代表国民党 进入资历晚报 再由吴三连 台南办吴三连也进入资历晚报 这让李毅杰还有维持一定的股权 至于那个社长 就由中华日报社长叶明勋担任社长 所以中华日报就是党报 那叶明勋就是那个228事件的时候 中央通信社的特派员 是国民党进来的 所以你就知道资历晚报 在后来实在台南讲是非常不容易 相对标榜无党无派 但像国民党在资历晚报中 对言论始终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可能大家认识的有点不一样 是 是 那我们如果要请老师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就是关于戒严时期新闻媒体案件的报刊篇 那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做一下总结 我想透过前述那些案件 你们可以发现透过党政的运作 基本上常常一话无据他也要处理的 这就是当时新闻媒体面对的问题 所以不是报警这个事情 是报警的同时 对于整个言论新闻自由的一种前置的部分 这是严重的 所以从报纸本身遭到这个问题 相关的记者编辑遭到处分 那这样一系列来讲 实际上不只在19060 在后续来讲也有发生 只是可能不是像我们想像的 我们不方便做持续的报导 欢迎大家继续追究这样的问题 这样对台湾的新闻报社的发展 就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更知道我们的新闻自由得之不易 那今天教科书外的台湾史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